梁武帝的三世因果 邱蚁名叫功德转为人 乔夫盖三宝殿造 七星乔功德转为地 很久以前有一座寺庙 分成东房与西房 庙里的和尚们每天早晨 都要起床做早课 很奇怪的是 东房和尚往往都能准时起床 西房和尚就常常睡过头 耽误了时间 这一天西房和尚又挨住吃妈了 其中有一位西房和尚 就去问东房和尚 为什么你们精神都这么好 能准时起床 而我们总是贪眠睡到天明 还不知醒 东房的和尚就说 那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只丘蚁 每到清晨的时候就会鸣叫 时间非常的准确 我们一听到声音就会起床了 西房和尚知道后就暗恨离去 有一天那位西房和尚 趁东房和尚大家都不在寺庙的时候 就烧了一盆热水 灌入东房的蚯蚓洞中 蚯蚓就被烫死了 第二天早上 东房和尚听不到蚯蚓的鸣叫声 一找净发现蚯蚓死了 只好请来住持将那只蚯蚓超度 蚯蚓被住持超度之后就投胎人参 转世成为一个侨夫 每日卖差生火 西房和尚因犯了杀生戒 堕落到畜生道 转世为侯 但因前世是修行者 所以仍有一点灵性 时时会采花到山里的一间破庙 置佛前供养 乔夫每日上山砍柴 一日来到山中 看见有一座破庙 见此庙半坏 有三尊佛像 头顶错瓦破坏露天 乔夫恐三尊佛像 受雨露失坏 就回家买了三顶大笠 来遮盖佛像 一日乔夫正欲登山砍柴 来到西边 看见有七位秀才 遇过西不能得过 乔夫看见 连忙手抱七块大石头 扑于西中 于是众人得过去 赤石到山神土地宫 坐上天庭 凡间有乔夫去扇心 乔盖三宝殿 造下七星桥 之后乔夫上山砍柴时 就守着鲜花 到山边庙中供佛 而那只猴也每天 吃花来供佛 他一看到花瓶里有花 就将花拔去 换上自己 猴子离去之后 乔夫看柴回家途中 在庙门前休息时 往里面一看 却发现自己的花 被抛在一地 瓶中的花不是自己的花 他就想查明 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早上 乔夫将自己的花 供上之后 就躲在一旁 没多久就看到 一只猴子进来 手上也拿着一束花 并拔掉乔夫的 换上自己的 乔夫一看大怒 大喝一声 那猴子吓得转头就走 乔夫追赶猴子 猴子最后跑进一个山洞里 这乔夫呼起恶念 搬来一个大石头 将洞口堵住 那猴子出不来 竟活活饿死在里面 后来乔夫转世 因为他有建庙的功德 出世在帝王家 成为好佛的梁武帝 梁武帝晚年颇有悟性 江山不要 前去台城修行参道 呼一日 魏国侯警将军叛变 带领兵马杀到台城而来 将台城团团围住 梁武帝饮食全无 临危急难之时 虽有退道之心 这时他的师父志工和尚 显现在虚空之中说 这是你的三十因果 不要退了道心 梁武帝听了大悟 欣然受暴饿死在台城 原来这猴警将军 竟是那只被饿死的猴子转世 俗话说 一饮一酌皆有命 这话虽然很宿命 但看了上面梁武帝的 三十因果故事之后 却不免让人有此感叹 所谓渊渊相暴和尸 到底谁欠谁 说也说不清 有人问说 既然西方和尚杀了丘影 就让他在地狱受暴就好 为什么还要转世成为猴 而猴子被侨夫饿死之后 也算还了业障 为什么还要转世成为将军 困死梁武帝呢 一切的因缘果报 但凭用心而已 如果怨念不除 即生生世世互为因果 再六道轮回不休 懂得佛法的人 知道这层道理之后 即努力修行忏悔前千 广作福田大功德 若有定业现前 亦能当下圆满 终之因果之真实不虚 梁武帝最后欣然受报 不对加害者岂怨念 这一段纠缠不休的因果 就此了断 才能成就果位